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最近这些年,在中国墙内,每到圣诞节前夕,抵制圣诞节的风潮就向不请自来的客人准时登场 从2006年开始,就由北大清华的博士生发出公开信,呼吁大家抵制圣诞节 这活动不仅仅是一般民众玩的把戏,看起来学校和知识精英们更是热衷于此 到了2023年,连幼儿园都加入了这股抵制圣诞节的行列,真是越来越有范了 说到国家媒体,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态度也是千变万化 一会儿说与其抵制,不如创新,一会儿又在平安夜期间喊你别庆祝圣诞,来纪念长津湖胜利 媒体的立场就像多变的天气预报,让人琢磨不透 至于抵制圣诞节这档事,可能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有关系 官媒和党媒时不时就劫持下舆论,让抵制成为封上 但说到美国,如果美国人也来抵制圣诞节 这在中国小粉红眼里可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毕竟,圣诞节不是美国的传统节日吗? 但你别不信,美国关于抵制圣诞节的活动可能比中国的还要猛烈 这其中的故事可就复杂多了 有人是因为商业化太严重不喜欢,有人是因为宗教信仰问题反对 总之,这个话题在美国也挺热闹的 咱们这边抵制圣诞,那边也不甘示弱 这抵制大战看来不分东西方了 在美国,抵制圣诞节涉及宗教、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 在某些州,公共场合甚至禁止出现这些圣诞元素 让人感觉圣诞节快乐的红绿配色都变得敏感起来 有些左翼人士因为圣诞节涉嫌政治不正确 于是反对,也有反基督教的声音 甚至连某些基督教教派自己都不太待见圣诞节 觉得现在的庆祝方式和他们的教义不符 反犹太主义也搅和进来,让人摸不着头脑 感觉只要和基督教沾边的似乎都成了靶子 而对于其他宗教节日,比如穆斯林的开斋节 美国人就显得相对宽容和接纳多了 此外,美国的宗教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基督教信徒的比例在下降 从1972年的90%跌到了2020年的64% 预计到2070年还会继续下降 随着基督教徒的比例减少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美国的政教分离原则 是否会受到挑战 按照美国宪法低修正案 美国不允许有国教 也就是说不能专门奉行某一特定宗教 所以,有人认为 如果把属于基督教世界的圣诞节定为全国性节日 就可能误导人们 让人觉得美国是基督教国家 这种做法是违反宪法精神的 在英国,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和非基督教人口的增加 圣诞节的庆祝方式也受到了挑战 尤其是在一些追求政治正确的左翼人士中间 2006年,英国有高达75%的雇主禁止圣诞装饰 以防冒犯非基督教群体 这种做法有点讽刺 因为同样的雇主却可能因法律义务而庆祝印度教的排灯节和伊斯兰教的开斋节 这反映出了一种文化和宗教认同的紧张关系 以及试图平衡不同群体需求的复杂性 美国的情况也很类似 在美国,抵制圣诞节运动的前线 却是有不少积极参与的非盈利组织 这些组织通常在法律层面上发起挑战 尤其是关注那些可能违反美国宪法中政教分离原则的情况 每年12月,随着圣诞节的临近 他们的活动也会变得更为频繁和引人注目 例如,2000年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给乔治亚州科芬顿的牛顿郡学校董事会发送律师函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们认为,学校日历上出现Christmas字样 暗示了公开支持基督教,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 尽管美国没有明确禁止使用Christmas字样 最高法院也没有相关裁决 但是这种法律威胁和潜在的诉讼压力 足以让学校和其他机构感到担忧 为了避免长时间的诉讼和可能的巨额赔偿费 许多学校和机构选择了更为中性的冬季假期来代替圣诞假期 这就好比中国农历新年的除夕夜 为了避讳总书记习近平的名字 以及除夕和除夕非常相似的读音 而强制把除夕夜改为新年夜一样 这场关于圣诞节的争议和变化 也是美国社会在处理多元文化 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等复杂议题时的一个缩影 不同的组织和个人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 在这个议题上持有不同的立场和做法 展开了一场深入的社会对话和法律争论 一方面 人们希望保持政教分离原则 确保所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者的平等 另一方面 圣诞节作为一个深入人心的文化节日 其庆祝方式和相关元素 在很多人看来是家庭和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 如何平衡法律规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多元性成为了一个持续的挑战和讨论话题 在俄勒冈、新泽西、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纽约州等地 也频繁发生了类似的圣诞节争议 这些争议通常涉及到在公共场合展示圣诞节装饰和宗教象征的问题 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政教分离原则的不同理解和实践 在保守派人士看来 这种区别对待基督教的现象是对基督教的一种特别攻击 认为其他宗教的象征物和习俗在公共场合得到了允许 而基督教却被左翼人士和无神论人士打压 一些案例中 基督教象征如十字架在公共土地上的存在成为争议焦点 这些事件往往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关乎如何在尊重宗教自由和维护国家政教分离之间找到平衡 另一方面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和法律挑战 圣诞节仍然是美国最广泛和深受欢迎的节日之一 政府机构 州政府和市政府仍然举办圣诞树点灯仪式 白宫和国会山也继续进行圣诞装饰 这种矛盾体现了美国社会在宗教和文化传统 法律规制和社会多元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看 这些争议和法律挑战反映了一个多元化社会中的成长痛 随着社会多元化程度的加深和基督教人口比例的变化 对于如何在公共空间表达宗教和文化认同 可能会有更多的探讨和调整 至于未来是否会有更多针对圣诞节的大规模 法律争议 这取决于社会对于宗教多样性 公共政策和宪法原则的进一步理解和实践 总的来说 这些争议和变化 是美国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如何在尊重多元文化和宗教自由的同时 保持文化和宗教传统 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和对话 当然 美国出现反对圣诞节的原因 是出于美国宪法低修正案 而在中国由于宪法可以根据总书记个人意志随意修改 也就是总书记凌驾于宪法之上 那么社会上所有的议题讨论 也都是基于总书记这个大前提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整个国家才会陷入一种疯狂的崇拜总书记的风潮 我们看到的这些抗誦 要读这些抗誦 即使